这一讲开始,我们就要进入第三单元读懂古典欧洲了。 卢浮宫很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收藏了大量的欧洲绘画精品,从13世纪初的意大利一直到19世纪的法国,时间和地域的跨度都非常广,馆藏的规模和质量都是世界第一的。 从文艺复兴开始,一直到18世纪末是欧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,因为人文主义的觉醒,世俗的力量在不断的变强大,不同的人群都开始展现出新的面貌。 如果你对这段历史感兴趣,那么卢浮宫里的这些珍贵画作,会为你打开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,让你能够去观察那段时期人们的生活状态。 因此在这个单元里,我特意选择了五件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,他们分别描绘了宗教圣人、皇室人物、权贵和商人。 通过这些画作,我会来为你仔细解读那个时期的欧洲。 那现在,我们就马上进入正题吧。 这一讲,我要带你去德农馆一层的708号房间,去看一下被称为欧洲绘画之父的桥头的代表作《圣方几个兽武商》。 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复杂,不要担心,我等下会仔细解释的。 这幅画里的主人公,也正是我这一讲想要带你去了解的人,他就是著名的宗教人物方几个,在他身上。 你将看到人文精神的觉醒。 我们还是先来看画,其实当你走进708号房间的时候,肯定一下子就会被这幅画给吸引住,因为它的尺寸非常大,有三米多高。 更狠的是,整幅画的底色都是土豪金,挂在那里闪闪发光。 这幅画的名字叫《圣方几个兽武商》,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? 其实你站在画前,一看就能明白。 话里描绘的是,基督教的圣人方几个,Francesco,正跪在山上祈祷,随后,耶稣忽然以六亿天使的形象出现。 所谓的六亿,指的是耶稣的背上长了六个翅膀。 那耶稣出现要干什么呢? 他是要将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五个伤痕,通过光去传递给方几个。 这可是一种无比神圣的荣誉,它意味着方几个就像耶稣一样,为了拯救全人类,而甘愿去承受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痛苦。 这幅画的作者乔托是文艺复兴最重要的先驱,他和但丁以及彼得拉克是齐名的。 而他的这幅代表作,在艺术史上也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,被公认为是一幅非常伟大的作品。 但当你真的看见这幅画时,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。 主要是因为它给人感觉非常呆板,和一般文艺复兴的绘画不太一样。 照理说,文艺复兴的画作不应该是像达、芬奇画的那种吗?这幅画跟达、芬奇的比也差太远了。 它到底伟大在哪里呢? 的确,乔托的这幅《圣方几个兽武伤》在基调上是非常中世纪的。 那是因为它还处在文艺复兴的萌芽时期,要知道它何达、芬奇,可是隔着近二百年的时间呢? 我们今天和那个时代存在着很大的隔阂。 所以现在,我要带着你穿越到七百年前去,试着从当时的人的角度,重新来看这幅画,这样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。 根据官方的记载,这幅画在进卢浮宫之前,一直是被挂在意大利比萨的圣方几个教堂里的。 在侨托的年代,人们都没受过什么教育,不识字。 而在当时,教堂就是人们最主要的集会场所。 所以对于教会而言,若要想达到最高效率的传教,教堂这个公共空间必然是最先被利用的。 因为大家都不识字嘛,传达,圣经的内容,主要就是靠绘画了。 这些画手先要浅显易懂,就是说,要让人一看就明白,这画里的人是谁?他在干嘛? 所以,教堂里挂着的这些宗教画,目的都是为了传递信息。 至于画面的比例如何,人物写实不写实,这些都无所谓。 这也就是为什么,中世纪的绘画,它都很平面,画里的人物也都会比例是长。 不信你看侨托的这幅画,比例就完全不对。 方几个的身体比耶稣足足大了一倍, 就连背景里的房子也只有方几个的小腿那么高。 而乔托,他之所以把方几个画得那么巨大,没其他原因,就是为了突出他的主角地位。 另外,绘画在当时作为一种宗教精神的体现,它必须非常神圣,要有震撼力。 所以描绘圣人的时候,画家都会使用最昂贵的材料,金子就是其中一种。 所以,这幅画才那么金光闪闪。 还有一点,为了区分圣人和普通人,画家通常会在圣人的头上画一个金色的圆圈,代表着他们充满神性。 不信你去看画里的耶稣和圣人方几个,他们的头上可都是顶着一个大金圈呢。 所以说,乔托的这幅画真的是带有非常明显的中世纪元素的,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,这样的画作是更符合他们的欣赏习惯的。 在那个物质落后,疾病横行的年代,画里所表现出的神圣信仰,能给当时的人带来很大的安全感。 但我前面也说了,乔托的这幅画还是有它的过人之处的,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变化。 中世纪时期的教会,为了有效的管理信徒,它采取的是恐吓策略。 教会会不停的宣扬人性的罪恶以及堕落,强调人的一生都要乖乖的听神的话,这样才能赎罪。 否则,你死后就得下地狱。 但这幅画的主人公方几个,他所创立的方几个教派,就一点也不严厉。 方几个所宣扬的是爱的教义,他同情穷人和弱者。 他说,上帝爱所有的生灵不分贵贱。 所以,方几个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安慰。 另外,方几个传教时所用的是意大利语,而不是知识阶层的拉丁语。 这样一来,没文化的人也都能听懂他所讲解的,圣经了。 而这也正是方几个最大的心愿,他希望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用自己的大脑来思考,圣经,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基督教的教义。 圣人方几个这种仁慈的教义和启迪大众的精神,可以说为艺术提供了新的素材。 原来的宗教化神圣庄重,但是他不动人,他没法体现出方几个这种温柔的宗教情绪。 乔托意识到了这一点,于是他在画风上做出了改变,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艺术,这才是圣方几个受武伤这幅画最伟大的地方。 那我们现在就来说说,乔托做了哪些改变呢? 第一点是情感。 乔托画这幅画的时候,方几个去世了一百年都不到,所以这位圣人对当时的人来说并不是很遥远的。 而他的那些生平事迹,也一直在被口口相传,感动着每一个人。 比方说,画里所描绘这个场景,方几个接受了来自耶稣的圣痕,这可不是简单的接受一下就结束了。 耶稣当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痛苦,他也是要承受的。 但你去看方几个脸上的表情是感受不到任何疼痛的,他反而是无比坚定的望着耶稣,好像是在感谢神的赐予的同时也下定了决心,要努力完成耶稣赋予他的使命去帮助更多的人。 这就是方几个精神感人的地方,而乔托也渴望把这种感人放进他的画里,所以方几个的表情才会一点都不呆板。 这和中世纪的绘画是有着天壤之别的。 这里有一幅典型的中世纪画作,你可以对比着来看,那幅画里的人物可是没有任何表情的。 第二个改变,那就是建筑和风景。 虽然画里房子的比例不对,只有方几个的小腿那么高,但他却被画得非常立体。 另外,乔托还引入了自然元素,你会发现,山坡上有好多树,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被仔仔细细的描绘了。 这些也都是之前的画作中从来不曾出现过的。 第三点,其实是一个细节,那就是方几个身上所穿的长袍。 那些有褶皱的地方,乔托都用了非常棒的明暗对比去刻画,为的就是画出立体感。 这说明乔托已经开始关注现实的三维世界了。 我想,一个中世纪的人,当他在教堂里看到这幅画时,应该会发自内心的感动。 而这种感动,不是教会强行要求来的,而是因为他在画里看到了真实的人,并且意识到,这个人跟自己是有关系的。 因为这幅画,耶稣,方几格,大自然都和他产生了关联。 即便他不识字,但我想,他也能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。 以人为本,意识到人的价值,这就是人文主义精神的核心。 乔托在他的画里,画出了之前从未有过的立体感,自然以及情感元素。 这让他在那个人文主义精神开始觉醒的时代,跨出了关键的第一步。 有了这第一步,才可能有后来的文艺复兴盛期,才会诞生出那么多伟大的作品。 所以,欧洲绘画之父这个称号,乔托绝对是当之无愧。 首先,这幅画描绘的是一位宗教人物方几格,在他的身上,你可以看见人文主义的精神。 他用柔和的传教方式去打动信徒,并且开始启迪民众思考。 所有这些,和中世纪的教会,还是有着很大不同的。 第二,乔托在方几个身上看到了新的艺术创作空间,虽然他的画作还是非常的中世纪,但是他在画里,已经呈现出了之前没有的立体感和自然元素,人物也开始有了情绪的表达。 由此可见,在乔托的时代,人的地位已经开始逐渐提升了,欧洲也从此开启了以人为本的文艺复兴时代。 这一讲,我要带你回到蒙娜丽莎的所在地,也就是德农管一层的大画廊。 那里还有一幅你绝对不应该错过的真品,它就是拉斐尔的《园丁圣母》。 上一节课,我讲过,从乔托的宗教绘画开始,画里出现了自然和情感的元素。 而这一讲的《园丁圣母》同样也是描绘宗教人物的作品。 但是,你会发现,到了拉斐尔这里,无论是人物的形象,还是绘画的整体感受,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 乔托和拉斐尔,他们相隔了二百多年。 如果说,乔托代表的是文艺复兴的开始,那么拉斐尔所代表的就是文艺复兴的顶上。 从乔托到拉斐尔这二百多年的时间里,艺术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变化? 而这些变化,又意味着什么呢? 我们还是先来看画。 首先,最明显的一点是,这幅《园丁圣母》,已经非常符合我们现代人的审美了。 画面的中心是穿着红色衣服,蓝色外袍的圣母玛利亚,她看上去也就不过二十来岁,长得非常漂亮,而且又很温柔。 圣母坐在一块岩石上,她的右手挽着一个胖乎乎,白嫩嫩的光屁股小孩,那就是她的儿子耶稣。 而在圣母的左腿边还针着另外一个小孩,那其实是耶稣的表哥圣约翰。 整幅画的背景都是一片非常宁静祥和的田园风光,让人看着就觉得心旷神怡。 如果我们拿这幅《园丁圣母》和上一节课的《圣方几个兽武伤》稍微做一下比较,你就会发现,在拉斐尔的画里,已经找不到任何中世纪画的痕迹了。 画面的背景不再是金色,画里所有的人物,身体比例都真实到无可挑剔。 这幅画里的圣母,她有着鹅蛋形的脸,樱桃小嘴,高鼻梁,白皙的皮肤,还有淡金色的头发。 从她的发型到头纱,再到身上所穿的衣服,都是当时意大利最为流行的女性装扮。 所以,拉斐尔所创造的这个圣母形象让人觉得,她不再是高高在上的,她就像是你走在当时的意大利街头,偶尔看到的一位美丽而且优雅的姑娘。 画里的两位小孩也是,他们都非常的天真可爱,看着他们就忍不住想要去捏一下。 拉斐尔选了一个很日常的场景,圣母正坐着看书,小耶稣跑过来找妈妈,于是圣母就把书和上了,还伸出了双手,想要去抱抱她。 圣母的眼神里充满了温柔和慈爱,而小耶稣的表情也是天真无邪,充满信任感的。 这样的母子亲情,任何人一看就能懂,而且还会被她深深的打动。 所以说,相比,圣方几个受武伤,这幅圆丁圣母,画里所包含的情感力量,明显更加丰富和突出了。 在这幅画里,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。 你仔细看的话,会发现,这三个人的头上是有光环的,这象征着他们神的身份,只是笔触非常的细,光也很微弱。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,我上捷克所讲的,在中世纪的绘画里,画家都会在圣人的头上,画一个金色的大圆盘,也同样是为了表现他们神的属性。 乔托所画的方几个和耶稣,头上可都是顶着大圆盘的。但是你看,到了拉斐尔这里,光盘早已经不见了,只是留下一个光环而已。 而且他所画的光环,你不仔细看,都看不出来。 从这一点上,你也能看出,其实,圆丁圣母,这幅画,已经非常世俗化了。 世俗化,关注人的本身和情感,这些都是文艺复兴非常明显的特征,其实在圆丁圣母这幅画里,也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。 不过,仅仅看到这一步,那么你对这幅画的理解,还是不到位的。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,既然已经发现了人的重要性,那拉斐尔为什么还要画圣母和耶稣呢? 直接画普通人不是更好吗?要回答这个问题,首先就要搞清楚,宗教题材的绘画,在文艺复兴以及它之后的时期里,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意义。 上一讲我已经说过了,中世纪的时候,宗教绘画的功能就是传教,到了文艺复兴之后呢,这一点确实发生了改变,但这并不意味着,宗教化不重要了。 事实上,一直到18世纪末,宗教还一直被认为是最高级的绘画题材,它表达的是庄重、崇高的内容。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认为,艺术家必须具有真正的理想和信仰,而他们的作品也就是他们灵魂的体现。 另外,艺术家创作的宗教绘画,画里的这些圣人在文艺复兴时代,也是不能完全被当作人来看待的。 他们更多的是某种理想的象征,比如真理、秩序、道德等等。 所以,你可以这样理解,在文艺复兴时期,艺术家的宗教绘画所体现的,其实就是他们的理想和信仰。 就拿拉斐尔的《圆丁圣母》来说,他把圣母画得像一个真实的人,绝不是因为圣母真的就长这个样子,也不是因为这个温柔美丽的女性有跟圣母一样的地位。 拉斐尔所做的,其实就是用画里的圣母来实践她的理想,那就是写实。 古希腊人曾经用最完美的人体来塑造他们的众神。 这一点是让文艺复兴的大师们很受启发的,这其中就包括了拉斐尔。 他们去解剖人体,去描绘人体真实的模样,因为他们想要去严谨地探索这个世界,他们渴望真实。 这是艺术家的责任,但同样也是他们在表达自己对上帝的信仰。 而这种严谨,其实和科学家的严谨是一致的。 不信你看,在《圆丁圣母》里,对大自然的关注就非常明显了。 画的前景里,那些花花草草被描绘得十分细致。 你都能看出他们的类别,比方说那里面就有紫罗兰。 而在画的背景里,风景也非常的显实,左边有湖泊和山脉,右边是个小村庄。 你甚至都能看见村庄里的屋顶和钟楼。 另外,在这幅画里,拉斐尔还运用了非常漂亮的几何构图和线性透视法。 这可是非常有科学精神的。 你看画里的三位主人公,他们所形成的就是一个金字塔结构。 这种构图会带来稳定感,在绘画中很常见。 整个画面,从远到近,背景和人物的比例,都是按照线性透视法的规则来安排的。 这样就不会像尚捷克的圣方几个兽武商那样出现比例不对的情况。 其实说到线性透视法,它的原理你应该听说过,主要就是人看东西的时候,只要是平行的直线,延伸到远处的话,最终都会汇聚到一个点上,这个点就叫做消失点。 那么,该怎么样将透视法用到画里面去呢? 其实非常简单,画家先确定消失点的位置,随后,根据这条定理,可以精确计算出,画中某个位置的物体,它在人类视觉中所呈现的大小。 如果再配上颜色和图形的构造,那画家就可以非常完美的在平面上呈现出三维的世界了。 其实,无论是线性透视法,还是人体解剖,它们的出现,更多的是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们开始相信,人,是有能力追求真理的。 人类也因此重新认识了大自然,并且感到非常兴奋和自豪。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,文艺复兴的绘画,不仅散发着人性的光辉,更散发着理性的光芒,因为它成为了人们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。 很多人一直都以为,文艺复兴就是宗教和科学,或者是宗教和人的斗争。 但是,拉斐尔的这幅《云丁圣母》,却让我们看见,文艺复兴其实就是人类开始对自己有了信心,并且尝试去发掘真理的过程。 画里这位美丽尔又真实的圣母,让我们看到了人的理性,创造力,还有那无限的潜能。 首先,拉斐尔的这幅名画,描绘的是一个宗教人物圣母玛利亚。但是,这位圣母和中世纪甚至是桥托时代的圣母,是完全不一样的。 她的长相,打扮还有表情,都非常的真实,动人,这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对现实的生活,以及人性的重视。 第二,以拉斐尔为代表的很多文艺复兴画家,他们的绘画都非常的写实,并且充满了科学精神。 这背后反映的,其实是他们对真理的追求,更重要的是,他们还展现出了理性的力量,证明了人类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,去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个世界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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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